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几课咱们学了一个 常规用函数 这个传参数的方式 对不对 那个是最常用的 那有一些函数呢 需要传的是引用参数 那咱们再稍稍复习一下 前面能学过的引用 好吧 那引用变量指的是什么特点呢 因为咱前面重点 在讲变量的时候 提过这个 看一下 引用变量的特点 就是 $A 等于10 对吧 然后$B 等于 underf $A 对吧 原则是 把A的地址取出来 付给$B 对吧 然后B存的是A的地址 按照西元的定义就是什么 存地址的变量就是指针 所以B是指向A的 那么我将A的内容改变 B的内容是不是就会跟着变了 对 是不是这样了 对 那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什么呢 就是 只有在内存中的变量 那说明在内存中 是不是才有地方 所以说才有地址 只有变量在内存中存储 那变量才有地址 所以用安德福才能把地址取出来 这点是咱们一块重点要记住的 只有变量才有地址 第二个 引用变量 他说了咱们那也学过西语言 那么咱也不了解指针的概念 对吧 所以他不用那么去理解 你只要记住 我把地址给B了 那B就是A的一个别名 对 咱们在PSP叫做引用 是这意思吧 是A的别名有什么好处呢 就相当于妹子有俩名吗 他叫妹子 咱一直称呼他妹子 对不对 其实他原名叫BN竹 多好听的一个名字 对吧 长得跟名字跟人似的都挺漂亮 嗯 那现在我说BN竹站起来 或者说妹子站起来 是不是说的是同一个人呢 对吧 那这话 现在就是两个变量 就是同一个绑定在一起了 当然不是一个对不对 释放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吗 那现在我把A的值改变 等于400 那B的值是比是400啊 对不对 我把B的值改变等于800 那么A的值是比是800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性 就知道吗 所以说第二个就是 有引用关系的两个变量 怎么的 一个变 另一个就怎么变 相当于怎么的 相当于 一个 对 两个 是一个 对不对 只不过是两名字 对了吗 那这个也能体验在函数这块 那我们在通常 我们在查手册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函数 随便找一个函数啊 通常都会有这样的参数 那比如说咱们是 什么呢 比如说那前面用那个 SOR soft 排序吧 你看 这块是不是有个安得活 如果在查手册的时候 或者别人给你提供的 一个函数说明文档的时候 参数列表 写这个的说明啥意思 数数 对 告诉我们必须 传一个数数 对吧 这是他上一刻说的 那个问题 对不对 前面告诉传什么类型 如果在变量 前面有个安得福 告诉我们传什么 是不是证明要传一个引用啊 对吧 所以呢 有安得福这样的 就必须传一个变量 这就叫引用参数 如果在函数说明中 有这个出现 说明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一个引用参数 知道吗 是引用参数 在 调用时 传 怎么 传 参数时 就 必须传一个变量 这是必须的 为什么要传一个变量 再回到第一个 如果你传值的话 值能取出地值吗 取出来 就能不能把地值给参数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要传一个变量给参数 就相当于把这个变量地值给参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生命一个函数 Faction Demo 这个函数明明可以随便起 咱们做演示用 先看函数的特性 对不对 如果我在生命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 这话生命一个变量A 你看 我这传一个什么 under 对吧 然后我这里边 干嘛 我这里边就随便把这个A的值 等于100 我这块 $B等于20 看到了吗 然后我在调用这个Demo函数的时候 咱们先验证一个问题 我直接传20 我先传20 20是不是我这里传的 那这个传给的变量A 那这under 是不能把20的地址取出来 付给A的 就对吧 不能把20的 虽然是A放在这的 看到了吗 但是他取的是传的参数 那个地址付给A 所以他取不出20的地址 所以这样的程序 我们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呢 Locast Past Past 回车一下 是不是一个错误 仅有变量能被引用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这块是不能传20的 如果我传DoubleB B是不是一个变量 对吧 这个变量 会把B的地址取出来 付给A 听懂吧 所以在里边我操作A 刚才那个特点必须复制变量 这个为什么必须复制变量知道了吧 是不是只有内存中变量才有地址啊 值是没有地址的对不对 这一点是引用参数一定要注意的 那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我传变量去进去了 把B的地址取出付给A了 A和B是不是别名的关系 是同一个变量 所以呢 我在函数里边将这个变量的值改变了 那外边B的变量变不变 变 那我在不掉这个之前 我输出当初B是多少呢 看一下 我最好是换一下行 看一下 是不是20 那当我掉完这个之后 我再输出当初B 你看 虽然我有给B重新复制的地方吗 没有 没有 我只是给A复制了 但是呢 B也会变化 虽然我现在用到的是全局吗 用格罗伯了吗 那跟全局的还没关系 对不对 那相当于里外变量是同一个了 知道吧 因为用地址绑在一起了 把它俩变成别名了 就相当于把B的什么 地址给A 就像A是B的别名 那对A操作就像B操作 所以调用之后我们再看一眼结果 是不是100 对吧 虽然没有给B复制的那种这样 那这样的话就是引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函数里边变化 函数外边就变化 听到吗 如果引用的关系 那函数外边变化 函数里边也跟着变化 听到吗 所以大家在以后查手册的时候 如果手册有安德胡这样的提示的话 证明要我们传一个引用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必须是变量 不能是值 对 必须是变量 这点很重要 听到吗 我反复提了很多次了 因为好多初学者都有这问题 为什么这个参数要一个数组 我创那也是一个数组啊 一看他把数组声明的那个值 传进去了 对不对 那就不行了 那里边变 外边变 那这个是一个排序的 那证明我传一个数组 是对对数组排序吧 对 那这个行业执行完了之后 什么 是不是原数组就跟着变了 虽然在里边对里边这个变量数组进行排序 但是这里边的数组是传参数那个数组的引用力 所以外边的值就跟着变化了 所以呢 在那么手册里边有相当一部分 当然没统计过 但是最少有10%的函数的参数 是引用参数 平时咱们在自己定义函数的时候 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定义成这种什么 引用参数 对吧 努力都是为了函数里边处理完之后 让外边的这个变量就跟着变了 就是这个努力 对吧 这就是引用咱们使用的什么 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特点啊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序再了解一下 我刚才说的重点都在这两招里边 当然引用的前面也说过了 引用什么释放啊 对不对 重新复地址是怎么样了 那些都是前面咱们介绍过的 这是引用参数的一个特点 那么看一下引用参数需要注意的 引用参数还是格说明 是不是这样的 前面大家那胡了 相对于按直传的模式 并不会对复成一种指定的值 或者目标变量 像那个海数 而是把什么数值 或变量内存中的区块的地址 是不是导致了导致中啊 因此当数值在导致中任何变化时 都会连带对负成P有影响 在导致里边把A百变了 是不是B也变了 我这边用两个变量 其实这块也叫A 你看 平时咱们写的话 这块也叫A 穿的也是A 这也是一回事 对吧 只是怕你理解成全局的 所以我用了两个变量 这是两个变量 里边是局部的 外边是全局的 对不对 用这一关联也可以 OK是一样的职啊 啊 运行一下结果也是一样的 嗯 一样 你看一下 二十四 对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这里边注意的 看一下这注意点啊 如果在导致的星探中 使用这个安德福 对吧 修饰的参数 在这里边安德福可不是语的意思 对吧 咱们逻据语有两个安德福 对不对 对吧 安卫于有一个安德福 变混啊 这些安德福是取缔纸用的 对吧 在西语言里边指针取缔纸是用星 咱P2P是用安德福 所以呢 是这个参数则就必须传一个变量的参数 而不能传一个值 对吧 那这话呢就是程序的一个例子 课价里边有 泰斯的这话 这是传值的时候我处理 里边附上这值了 外边变化吗 不变化 但是如果我把它加上一个引用参数 我再传线处理 是不是就变化了 这就是刚才咱们举的那个例子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咱们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参数的 以后在插手车遇到安德福 咱就必须传一个变量 要知道传的目的是里边变了 不复程序也会受影响 对 好了 非常重要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这样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